我現在就是在米蘭 所以我現在準備我的服裝粥的東西 進來啊進來 嗨 VOGUE大家你們好 我是Dudu 很高興這一次能接受VOGUE的專訪 我現在準備我的服裝粥的東西 嗨 VOGUE大家你們好 這一套好了 我花起來讓我兒子來認去 不是你們這邊欺負他的 不要動作 我跟Devitt說 下一場是我要踢 沒有錯 這就是我在米蘭的 支腿套服裝 像我平常就是 會拿一個 自己喜歡喝的 紅酒 然後我會坐在床邊 寫一寫 像我最近就很喜歡寫字 就是研究一些 其實我最近就是喜歡上沈水 所以呢 就是會用一點沈水的東西 喜歡的專業知識 就是 你先在沈水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這次米蘭準備的戰袍吧 這套就是前往米蘭的 第一場秀的戰袍 那我當然就穿上 然後呢再配一點精煉 你看 今天很注重的地方 就是洪泉 所以 米蘭人 小心喔 好 今天這一套就是我們前往米蘭的第一個穿著 米蘭人 這一套呢就是我們這一次 米蘭結束後 前往巴黎的花 小碎花的裝扮 上面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總共有 3580個白色小花 配上 法國最知名的 Louise Wichang的 來這個包包告訴我們多少錢 一萬八 三萬八成的小包包 到時候呢走在法國街頭 然後 au 嗯 跟debi說 下一場秀我要Cancel掉 為什麼 因為 i just 想要一休息 去死 快下 哈哈哈哈哈哈 我看起來咬了三隻雞娃娃 兩隻發豆 欸 嘟嘟 聽說 聽說你前陣子跟那個 霍建華傳緋聞欸 不用亂說啦 我們就真的只是 好朋友 會上床XX 不跟你多說了 我跟建華的兒子 還在趕上去學校的路上呢 人家只有女兒 哈哈哈哈哈哈 沒錯 這就是我在米蘭的 最後一套服裝 其實我覺得 時尚的態度應該 就是做自己吧 這一次呢我們結合了 我在拍攝片場 偷的綠布 嘟嘟 嗯 粉絲們想請你教他們三個 在時裝周 你覺得 最讓你有自信的POSE 沒有問題 像第一個動作呢 我覺得 應該是特寫我們的服裝吧 第一個動作 這樣 哈哈哈哈 是錯人 第二個動作 我覺得就是 強調腿不線條吧 強調 太壯了 太壯了 第三個動作我覺得 比較特寫背部吧 被影看起來像打掃阿姨 被影看起來像打掃阿姨 哈哈哈哈 我是Fashion Queen 非常高興Vogue Taiwan 邀請我來擔任這一次的Vogue 呃 受訪人 時間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打扮一下 就準備要出門囉 這一次我會 像我眼尾的地方 就是加強一點 造成A一點 好 咚咚粉絲們 問下一次會 在做特 就是 特別介紹妝容嗎 呃 其實我覺得 如果粉絲想看的話 我都很樂意 就是拍給大家看 只是 光蘇素顏的部分 我還在想一下啊 那沒有問題的話 我再出發囉 我的LV寶寶呢 我三萬八LV寶寶 那沒有問題的話 我先走囉 掰掰 掰掰 那等一下燈帽我關一下囉 OK 但是 不是 我們今天